三 画这幅画的目的不一般 为了对抗宋的不断施压 维持南唐的宗庙设计 李玉也在寻找能臣干将 而他看中的就是韩西仔 那么韩西仔能不能用 于是李玉派了顾洪忠周文聚 两位画师到他家窥探 然后将结果画出来 以共分析判断 于是就有了这幅韩西仔夜艳图 所以这幅作品具有情报的性质 不同于一般的继续 描绘的性质不一样